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单元 家庭问题的心理咨询 那家庭是什么 当然就不用说了 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结构 对吗 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人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单元 这个单元又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社会 那家庭问题的咨询可能就有夫妻的咨询 或者是父母和孩子共同来做咨询 我们来看一下做家庭咨询要注意一些什么 第一点是我们要将问题进行具体化和客观化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做夫妻的咨询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丈夫对妻子的一个论述 就说我太太在家里面就是太强势了 我受不了了 那我们看起来对于表面上的这个标签 好像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可是这个是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澄清的 那这个太强势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 里面里面的部分是什么 感受是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具体化澄清下来 而不是停留在说 很多很多夫妻前来咨询 他们都会停留在一个很概括的层面 就是我实在受不了他了 他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没啥感觉了 我就这样吧 就是三句话就是草草结束了 所以呢 他们谁都不愿意真正的睁开眼睛来看看 他们现在的生活样子状态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的咨询是要帮助他们做问题的澄清 做具体化 第二点是以他们的看法为中心 就是我们对于他们每个人来到这里 他们的诉求 他们的谈论 我们都去帮助澄清 第三个是我们不帮助他解决问题 只是帮助他们去进行心理的成长 不帮助他去解决各种这个现实的 比如说要不要离婚 要不要复婚的问题 思雅老师接过一对夫妻咨询 他们的其实还不是夫妻 他们两个都是二婚状态 就是和自己的前 这个前妻前夫都已经分开了 分开了之后各自有一个孩子 然后他们来到这里呢 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交往了 这个彼此之间呢 都在进行一定的磨合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女性觉得很很 就是自己的孩子很不被关心 然后丈夫觉得女性很要求太多 两个人就是这个时候来是为了确定 还真的要不要去领证 要不要去进行婚姻的确定 他们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来 那他如果问我们 他们要不要结婚 该不该结婚 我们能给他们答案吗 我们不能 我们只是帮助他们去澄清 他们之间的关系 去尝试着建立他们的这种亲密 当然看他们要不要亲密 就看他的来访的诉求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帮他们做 要不要结婚的决定的 第四点是我们要为他们保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情感的 其实是一个人非常 就是内心世界里面 就是其实我们 不管是夫妻咨询还是个人咨询 他们的这个咨询的问题 咨询的细节内容都是需要保密的 第五点是尽量坚持夫妻双方同时咨询 这个和第四点其实有关联 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次夫妻两个人 这个妻子没有来 丈夫一个人来了 那么妻子他在心里会怎么想 他说咨询师会和我老公怎么谈论我 我老公会不会单独跟咨询师 就是说一些我的坏话 给一些很负面的评价 说我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他内心会非常惶恐 那么尽量坚持夫妻双方同时咨询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就避免我们和其中某一方形成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关系 而使得另一方被排除在外 好 这个是我们家庭心理咨询的一个原则 那么在做咨询的时候呢 其实咨询是本人的价值的中立 咨询是本人非常小心的去处理家庭之间动力的一个 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叫动力呢 就是做夫妻咨询呢 我们通常是会为了使得他们这个家庭原本很冰冷的 没有双向互动的 或者都是指责型的 或者都是这个理智型的 而去我们去帮他们进行一个调动 使得他们会去表达情感 会有双向的流动 并且呢 可能他们会能够去表达情绪的感受 而不只是行为的指责等等等等 而这样的话 他们的家庭动力就得到了一定的修复和激活 那亲子关系是什么呢 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来 或者是爸爸一方和孩子前来 那亲子咨询呢 我们说亲子关系的概念 这个当然不用说 我们首先呢 在血缘关系上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另外呢 在我们的角色上 在我们的这种 我是你的父亲母亲 你是我的孩子 彼此我们在这种角色上 我们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认同 就是我们有血液上的一种认同 有情感上的一种认同 对吗 可能还有理智上的认同 就是我认为我应该去照料你 应该去帮助你等等 就有的人对于养父母没有感情 也没有血缘 但是他认为你养了我 那我就回报你吧 这是一种法律道义上的这种情感 那么亲子关系呢 其实我们现在亲子关系这几个词已经非常流行了 或者说已经得到了社会很全面的重视 他是和夫妻关系合并在一起构成了家庭关系 那亲子关系呢 通常是因为孩子成长的诉求会比较大 比如说孩子叛逆了 那父母想和孩子沟通 沟通不了 他们就会来 慈良老师接这样的咨询个案 非常有意思 亲子咨询来到这儿 你要判断他们的家庭关系 你可以小心观察他们 首先第一点是他们选择的座位 和他们身体的语言 比如说孩子他和父母在一起 他们三个人 比如说坐在一个大沙发 或者是坐在三个分的小凳子 这个三把椅子上 那孩子会选择和谁更靠近一点 还是会选择离他们都很远 还是孩子会坐在中间 那谁坐在中间 孩子对待父母身体是凑过去的 还是会倾向于面对父母一点的 以及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眼神会不会有交流 眼神会不会有互动 这都是可以去观察他们家庭关系的 就是我们做咨询呢 对于来访者来到我们这里 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去关注他 可以去为我们做家庭的问题的分析 去做一些贡献的 那构建良好的亲子关系呢 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这里面我们谈谈亲子关系本身 这就不是亲子咨询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亲子双方 就是父母父亲母亲和孩子双方 对亲子关系有全面正确的理解 其实一般来讲是爸爸妈妈对于这个亲子关系的理解是不够多的 他们往往会觉得 我就照顾你的起居 帮助你的学习就够了 会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 第二点是对于人伦道德有端正的态度 这一点我们不谈啊 这一点是我们教材的态度 其实对于人伦道德有端正的态度本身 是对于真实的家庭情感内部的一个干扰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个案呢 就是这个来访者呢 他会殴打父亲和母亲 这个来访还没有成年 十六七岁十五六岁 但是他的个子已经很高大了 他会殴打爸爸 当然不会殴打妈妈 就是他和父亲有这个肢体冲突 那么如果我们从人伦道德上来讲 肯定会觉得这个孩子怎么能打父亲呢 是不是 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过早的态度 实际上会干扰我们去了解这个家庭 会让我们对这个家庭产生偏见 那这个家庭真实的情况是 这个父亲其实是有很严重的暴力倾向的 这个父亲呢 对于母亲有暴力倾向 对孩子也有暴力行为 就是等等 所以呢 这个孩子呢 其实是将自己在过去 里面承受的那个憎恨 愤怒 以及为母亲打抱不平的所有的情感 就将全都挥向了他的父亲 这是他们的家庭关系 那我们要进行这样家庭关系的修复 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孩子他不相信父母是爱他的 他内心是支离破碎的 而他父母亲两个人 彼此两个人的内心力量也非常的弱 就是这个父亲的心理年龄可能就是在六岁以前 这个父亲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有和他不一样的想法和看法 那一旦有他就不能接受就有暴力 就说明这个他的心理年龄也就大概在两三岁 就是其实当我们两到三岁发现这个世界和我不一样的时候 我想让他怎么着他不怎么着的时候 我是要有一个接纳的 我接纳了我才可以处理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而不是总是处于一个全能自大的就是皇帝啊 就是这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无法接纳外界和他的差异的这个境地 那他的妈妈也有 他妈妈的心理的这种心理的这个问题 孩子也有 所以呢人文道德这件事情呢 当然我们放在我们心里就好 那我们去认识家庭的时候还是可以更真实 可以看得更全面 第三就是用发展的变化的眼光去看待对方 对亲子关系的年龄阶段有正确的认识 这个指的通常是对父母而言 就是比如说孩子三四岁开始要独立了 有第一次的小叛逆对吗 那这个时候妈妈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再为他穿衣服了 他自己要穿就让他穿 不需要去替代他用筷子给他喂饭 用勺子给他喂饭 我们要认识到孩子在发展 他有新的发展的需要 他有新的阶段的需要 他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孩子了 这个在青春期阶段是最为明显的 就是很多父母还会说你怎么都没穿秋裤 你看你今天来做咨询外面都这么冷 那当然穿秋裤这件事是不是好的 是好的 可是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穿不穿秋裤的自由 那么就是父母可能将照顾看得大过于对孩子自主的尊重了 所以那个关系就会变得很压抑很窒息 就是父母要管着你所有的一切 那如果我们以发展的眼光看对方就是孩子他已经在成长 他会自己独立做判断 他也会慢慢学习着如何照顾自己 我们的孩子是一个需要人格尊重 需要自我认同 需要拥有自我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和外界的这种关系里面 他自己去去去等等去处理去面对去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父母呢要认识到孩子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已经有新的需求了 那自己也要做一些变化 做一些变化 这是构建良好亲子关系的几个因素 那做亲子的咨询呢 通常来说是鼓励家庭里面每一个人去表达他们的声音 但是并不是说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是在有一定的咨询室的引导之下 鼓励他们表达真实的情感 很多人说我我就觉得我们家孩子没救了 就这个人我跟你说我根本都看不上他 他认为这是他真实的看法 其实这不是 其实他真实的感受是 我心里面其实 我心里面其实感觉到会有点难过 那有的人会说我我特别失望 我对他特别失望 这是他真实的情绪吗 是也不是 因为这个情绪可能是一种衍生情绪 其实当他们彼此看到 比如说我们对父母的一些行为 或者父母对孩子的一些行为 我们会有一些不满 会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是看到孩子学习不够好 天天上网打游戏 这个吸烟 我们心里头不是先感到失望 失望是一个认知评价 我们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是非常难过 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那么孤独 会依赖那些行为 去寻找到他的自尊 他的价值 寻找到他被别人任何的理由 我们第一感觉是难过 是心里面很悲痛 可能也有懊悔 这些是非常原始的 就是比较原始的情绪 而愤怒失望 轻蔑厌恶恶 其实这都是人在 这个某一些态度 某一些情绪 交集了之后产生的衍生的情绪 第二步的情绪 我们我们做亲子的咨询 帮助他们回 就是帮助他们回到自己内心里面的 那个情绪感受 去进行家庭内在的这个流动 并且能进行家庭动力的维护 就是如果父母一直在说 孩子都一直不说话 那么此时我们要进行一定的维护 我们当父母说了一段之后 我们就可以问问孩子 对就是现在你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会就是如果是 妈妈一直谈的比较多 孩子不谈话 爸爸也不谈话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邀请爸爸来谈论 或者邀请爸爸来更多的表达 就是使得家庭的动力得到一个整体性的这样的一个扶持 让他们每一个人都被看见 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彼此被听见 并且去帮助对每一个人去 去形成那种听到别人的能力 就是比如说孩子刚说了一句什么 那爸爸就要说 你那还有道理了吗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会请爸爸等一等 就是我们可以先等一等 我们可以听听孩子说完这个部分 然后来看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会我们会这个时候呢 会做一个小小的邀请 让他等一等 然后鼓励孩子把话分享完 就是他们原先在家里就很习惯 这种不由自主的就出来 指责否定堵住不沟通 盖帽子就是攻击对方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在一个新的一个人际关系的场来学习 新的家庭互动的方式 这是亲子咨询 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亲爱的伙伴们 我们第三单元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